HELLO 大家好 我是三芝桑哥 歡迎收看行動節目的事 在我旁邊的是 陽光婷婷 嗨 大家好 我是陽光婷婷 我可以聽現場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三個字 好害的 現場的耶 我剛剛跟婷婷說她是很久之前就看我影片 她看的影片差不多是兩年前 是我剛開始做影片的時候 所以妳應該是真的被穿痛 我是資深粉 通常這麼久了都是真的痛紅酒 所以在YouTube搜尋 看到三個字 這個人講得還不錯喔 那妳自己的問題剛才是怎麼樣 大家都知道我是跳舞的 所以一定會有什麼腰痛啊 可是我的腰痛主要不是因為跳舞造成的 這是在我高中的時候 然後因為太熱愛打排球了 一個殺球就下來 閃到腰 然後我就 因為我很怕痛 所以我也沒去看醫生 不想要被醫生敲舞 我就很可怕 然後就一直放著 然後後來跳舞的時候 可能就有點復發的感覺 妳跳舞大概多久之後 一直都有在跳 只是可能沒那麼激烈 可是到後來到了啦啦隊之後 就會跳比較激烈一點 所以那算是隔了一段時間之後 開始覺得那個原本那個不在意的疼痛 變得很大這樣子 就是它變成一個影集這樣 那妳有這樣會覺得 天氣變化的時候很不舒服嗎 天氣變化腰是還好 但是心蓋就會不好 然後資格好像跟我那個聽 多年婦女會講的話 然後每次都 等一下好像要下雨 真的假的 膝蓋有點痠 那這樣妳膝蓋痛跟妳的腰痛 是差不多時間嗎 妳是高中之後開始覺得有這種問題 還是 膝蓋好像比較後面才這樣 而且我發現我不太能 蹲 跪著 跪著就會不舒服 跪著我膝蓋超級無敵痛 不行 那妳上下樓梯會不會覺得能卡 我盡量不讓自己下樓梯 所以下樓梯是真的有點無力感 是還好 還好 但是會怕怕的 對 盡量不要太長弄我的膝蓋 那我們就來幫妳看一下她的狀況 因為現在我會覺得說 平常的問題就是 閃到腰之後 所以導致這邊的腰部有聲音被壓迫到 然後讓她的腳怪怪的 我會這樣懷疑啦 但是我們看實際的評估 做動作評估之後 來看她的狀況比較準一點 那妳現在這樣站著的時候 會覺得那一不舒服嗎 完全沒有 那妳平常會說走久 或是站久會腰痛嗎 逛街逛久了就會痛 那我們看一下 背對我一下 身體往前彎 現在彎到底 彎到底 會不會覺得腰或是背緊緊的 還好 還好 慢慢起來 往後揚 會痛嗎 不會 還好耶 還不錯耶 只好 往左邊側打 OK 有沒有感覺 右邊 不會耶 你腰都還好 慢點坐著一下 手打開 好 往右邊轉 你腰都還手 等一下 有覺得背緊緊的嗎 這裡或是這裡 還好 還好 往左邊 滿舒服的 也都不會 都沒有感覺 好 會不會沒狀況呢 我有支 好 頭往左邊轉 還OK 往右邊 OK 還好耶 是沒有很嚴重 是沒有很嚴重 嗯 左邊 手還不錯 好 很好 那因為挺平 他現在側起來 是沒什麼狀況 但他說他平常是會痠 這也是很常見的 代表說你的問題 其實沒有那麼大 可是他會因為一些 比較劇烈的運動 而被誘發說 或是他真的太久了之後 會開始覺得不舒服 所以我們可能要直接做 促整 然後看他腰部那邊的肌肉 是不是有什麼緊繃的問題 或是有什麼沾臉的問題 所以讓他在運動激烈 還有久站之後 會讓他不舒服 會更準一點 好 那我們就 請停停趴著 我們看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再做兩個測試 就是說 看他膝蓋的緊繃感 有嗎 我大腿有緊繃感嗎 大腿有 有一點緊繃感對不對 好 這邊呢 一樣 也是一樣 好 大家看到我現在壓到底的時候 是差不多 就是還差一段距離 就是你會覺得 有點緊 這邊也是一樣 壓起來就是有點卡卡的這樣 好 那這種問題還會懷疑說 他其實是 就是脊椎這邊可能有太緊繃 所以給他一個神經的張力 讓他腳不能完上來 所以他的問題應該 通常會在這裡 好舒服喔 對 我們的脊椎壓分成 上背腰部還有尾 尾 尾椎這邊 還有在後頭支這邊 那通常很常見的就是說 如果你的平常是用 電腦比較多的 會是背部這邊緊繃為主 那我現在壓挺挺這邊呢 它明顯就是 背部這邊有種 稍微種種的發炎的情況 但沒有到很痛對不對 就是舒服 舒服酸酸的這樣 酸酸 好 那你就享受這個旅程吧 那接下來我看看他的腰部 那我稍微把腰部這邊 稍微拿起來一點點這樣 沒有 在這裡就好了 因為現在壓挺挺的腰部 會覺得腰部這邊的肌肉 的確是有緊繃的狀況 好痠喔 好痠喔 好痠對不對 其實沒有到很嚴重 但他這兩塊腰部的感覺 就和他的背部是完全差非常多的 你會覺得這也是兩個 所以肌肉是好像腫了一大塊的 Oh my god 那種風感 左邊就還好對不對 也是很痛痛嗎 也很痛嗎 我只是還來不及叫你抽筋講話 可是我覺得左邊這邊沒有那麼緊啊 相對來說 好像沒有那麼痠欸 對啊 右邊這裡是腫一塊啊 直接看完那種臀中肌 這邊是臀中肌 好 好 然後這邊臀中肌肉 他會跟腰部的張力有關係 好痠 超痠 超痠喔 然後右邊 更痛 對 可是我的右邊都比較嚴重 對 所以我現在就是脊椎兩側肌肉 有不平衡的問題 我再看他腳 拉起來那種感覺 有空感嗎 有比較 比較不見了對不對 他現在拉起來 有一個空感的感覺 他在屁股咧 沒有那麼強烈 我的腳跟碰到屁股了 對 這個可以碰到屁股 所以剛剛其實會差一點點 那現在可以碰到屁股這樣 我完全沒出力 好 那婷婷妳現在側對 側對鏡頭這樣 像剛剛婷婷她是 她是在這邊 腰部的外側這一條肌肉 她是在緊繃 所以讓她在運動久 或是久站之後 或是這裡會不舒服 那這邊其實可以做放鬆 她的方式是這樣子 哪一顆球 像這種哪一顆棒球 也可以代替 棒球就好 側對的牆面 然後站一個差不多鞋 可以從45度角的角度之後 把球放在 腰部的外側的位置 這樣靠著 然後上下蹲 那為什麼要用牆壁呢 這是因為要讓你的壓得 不是那麼深 但是又可以很準確的壓到 你想要按摩那條肌肉 所以就用牆壁這樣靠著 然後去按摩那條肌肉 你壓到對的話 你會很明顯感受到 會有一個很強烈的酸痛感 那就是對的 你想想看 我找到酸痛一點嗎 或是轉一點 這就轉一點進來 有沒有 有一塊酸痛的感覺 會比較舒服 對 會比較舒服 還要再解釋一個就是說 很多人膝蓋會覺得說 就是沒有什麼受傷 或是說明明就是平常工作 只是做辦公室的 但他卻會有膝蓋症狀問題 但很容易都是因為 腰部那邊的人 或是背部那邊緊繃 而導致下去的 所以你要是 覺得自己沒有什麼 誘發原因 但膝蓋卻痛得要命 那你可以先試試看看 去按摩自己的背部 做放鬆之後 再看自己的膝蓋 感覺是不是要改善 那就知道 其實或許你的問題根本就不是 你的膝蓋有生病 好啦 那這次婷婷的腰痛之旅呢 就到這邊了 其實我原本想說會很嚴重 但好像還好 沒有到非常嚴重 但我可以體會她的問題 就是說不是 不是那麼明顯 但是就是覺得自己在 太久之後會有一個困擾 你可以自己回去試試看看 那樣子按摩方式 或是各位觀眾朋友 也有類似的問題 可以先試試看看那樣子 去按摩自己的背部或是腰部 先自己做點放鬆 去出來看看 說明就會有很明顯的幫助 好 那就是這樣很謝謝婷婷 來參加我們的行動治療室 那她有她自己的 YouTube還有Facebook 對都是打陽光鼎鼎就可以搜尋到了 那平常都是做料理的 喔做料理的 還有Brother這樣子 OK好 那這次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三字Soundgood 然後還有陽光鼎鼎 我是陽光鼎鼎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你按到我的點了 這樣講對嗎 好可怕喔